金本分成四十八章,在四十八章里面,哪一章是第一呢? 我想,一般同修多了解,多明白。 当然是第六章,是全金的帝。 第六章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元。 世尊,为我们讲解无量授情,介绍西方一正庄严, 都播出四十八元的范围。 换一句话说,世尊是将阿弥陀佛四十八元详细为我们解说而已。 这个详细解说就是无量授情。 所以这部经里面,第六章是第一。 第六章里面说出四十八元。 这四十八元当中哪一元最重要呢? 这不必我们说了。 古大德几乎公认了第十八元,是四十八元的核心。 十八元说的是什么呢? 说的是十孽必胜。 这是十二十八元。 幻语句话说。 这样啊,使我们层层交量,重重的比较。 使我们认清楚,这六字鸿鸣,是无上的法门,是无与伦比的法门。 因为从这句佛号展开来就是第十八愿,十八愿再展开就是四十八愿,四十八愿再展开就是无量寿经,无量寿经展开是华阴经,华阴经展开则是一切经。 这样我们明白了,我们知道了,这句佛号是整个佛法的精华。 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的无上宗、无等等宗。 实实在在说,踏实。 一切祝福如来所说的无上宗、无等等宗。 如果没有古德这样重重较量,我们如何能够认识 就是名号宗、名号宗、无上宗、无上宗、无上宗。 所以,这个地方的四句神咒只赞叹。 要是用在弥陀佛名号上,那是再切实也不够了。 那么它的功效能够出一切苦,真实不虚。 一切苦。 前净引致。 我们眼前种种的苦报。 佛法里为我们说的三苦,八苦。 三苦是苦苦,坏苦,行苦。 八苦是苦苦的细数。 这是三界六道众生。 总不能够避免。 八苦之中。 八苦之中。 首席,生、老、病、死。 这四中苦。 这四中苦。 任何一个人,任何一个众生都不能够避免。 。 身外有求不得苦。 一切都不能够避免。 。 佛给我们说的戒定会三学。 佛给我们说的戒定会三学。 戒学是叫我们克服。 叫我们忍耐。 人还是苦啊。 。 我们常常听人说, 人脉是有限度的。 可见得这个人还是很苦。 。 功夫再要升一层呢, 这得定了。 定能够服务烦恼。 。 把这些痛苦啊。 扶住。 比忍受高明多了。 忍受啊。 心不平了。 石头压草压住了。 定就好了。 。 心清静了。 心平等了。 但是, 还事不究竟。 所以丁能够灭苦。 戒能够服苦。